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台北股市今天繼續漲 各位看 對不對 漲了175點成交量在2700多億 個人覺得非常的健康 可以說價量配合得宜 對吧 重點在哪裡 在這裡 再創新高 我在虎年的尾巴就講過了 我說兔年的行情會比較是金金漲 你們去看我封關的那一集節目 但是我今天再補充跟大家報告一下 多頭市場你們都聽過 它是怎麼樣 急跌還漲 所以說在金金漲的背後 它藏著一個怎麼樣 急跌 現在還沒有到急跌的時候 盤中如果有出現急跌的時候 是讓你減便宜貨的時候 這樣各位懂吧 因為你多頭市場你急跌 環漲急跌環漲急跌 它還是漲 對吧 老船長還好你有提醒我們 最近台北股市一直漲 漲得讓我們都失去戒心了 對 現在是多頭格局沒有錯 但是你不要忘了 多頭格局它常常都會怎麼樣 急跌 那麼今天呢 各位看一下有沒有 還是在一個多頭架構 它常常都會伴隨著怎麼樣 一個中黑的格局 甚至中長黑 像這一天空頭老書就告訴你了 對不對 這個地方漲完了 事實上你去看它的節目 各位注意 我教你們 你去看這個時候是什麼時間 你對照一下 你在這邊看它的節目 它就已經告訴你要崩盤了 這個盤要下去了 那時間過了兩個多月 已經被嘎到爆了 還在節目上繼續說 台北股市要崩盤 那麼我跟大家報告過 只有一個原因 那就是怕會員退費 這樣各位懂了吧 因為它的會員現在很可憐 對不對 很多已經跑路了 要不然就走向歸零高之路的途中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只好看老師的節目 老師的節目如果投降說 我看錯了對不對 我這個 那請問一下會員是不是就退費了 當然不能這樣講 要硬怎麼樣撐下去 黑的說白的 然後怎麼樣 這個空的 明明是多的 說成是空的 就是顛倒是非 那麼這樣子的話會員會一直看 這個就好像邪教一樣膜拜 對不對 那些都是凡夫俗子 這個股票都是漲假的 真正是崩盤才對 總有一天會崩的嘛 等到你的會期到了 沒有辦法退費了 各位懂意思吧 就是用這一招 所以你們會發現 頭顧老師他在大方向 大錯特錯的時候 他會一直凹 凹到怎麼樣 會員都陣亡之後 他再來換方向都沒關係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沒有救會員 救會員全部都是豬腦袋掛掉了 懂了嗎 全國只有老船長在破解 看我節目的朋友 你們就知道 這些老師 他們大概大學都是在柬埔在念的 懂不懂 就耳如目染 很會騙 明白意思了 好 那當然了 被騙的這些豬腦袋投資人 也是咎由自取 我已經不知道講了多久了 勸不回來就算了 對不對 我們能夠怎麼樣 是不是 講難聽一點 會費也不是交給小弟我 是交給空頭老叔的 對不對 你去找他 是不是 當然他不會理你的 一推二百五 我跟你講過了 早就告訴過你了 I told you 對不對 只是怎麼樣 你不信 因為就是豬腦袋 對不對 這個 這個叫做崩盤 這個叫做空頭市場 你笑死人了 我講最難聽的 就算明天開始大跌 這段時間你做多應該是對的吧 所以很多事情 我覺得不要做得太絕 因為這個會報應在自己身上 你這真眼說瞎話嘛 這個要做空你笑死人了 那我今天就不要點名了 我常常講那個 大家都知道八九九六嘛 高麗嘛對不對 今天還是 好啦講幾秒鐘了 浪費我節目的時間了 來 8996對不對 高麗 沒有跌嘛 對不對 每天最近空單在認賠回補 這空單從170開始空的 這邊 我有去看嘛 從這邊開始空的 一路被嘎死 對不對 會帶你放空主力股 被嘎死的投股老師 就是完全不懂股票的 他以為股票市場是 他認為漲高了就可以空 基本面沒有那麼好 本益比過高就可以空 這個是幼稚園的程度 你知道嗎 股票我都告訴你們 你們都不要空 因為你們的名字叫散戶 散戶去空股票 幾乎都輸錢的 各位懂意思嗎 好 那麼我今天的測標寫得很清楚 細縮鋼鐵 不是細縮乾隆 不是亂七八糟 那個巨追太多了 細縮鋼鐵 細縮乾隆可以看的 就是打發時間 賺不到錢的 我講鋼鐵是賺得到大錢的 我不是今天坐在這邊講 我從虎年的尾巴天天講 我跟你說 鋼鐵骨會從虎年的尾巴 一路漲 漲到2023年 會是怎麼樣 一個黑馬的大標股的族群 當然啦 也不是全部都上漲 裡面有幾隻 會讓你跌破眼鏡 那老船長之所以 會這麼有把握 是因為我把全球的局勢 各位聽好 全球的局勢 做一個研判 現在是地球村的概念 再加上過去2022年對不對 這麼慘的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要看全球 不能只看台灣對不對 你要看後疫情時代 現在大家對疫情講真的啦 也沒有那麼怕了啦 對不對 現在誰還在怕疫情呢 沒有人在怕 是不是 國外口罩早就不用戴 我們現在還在假仙 還在戴口罩 快笑死了 對不對 戴給誰看啦 好 那這是題外話 在後疫情時代的時候 很多東西它會開始怎麼樣 開始復甦 開始復甦 叫做開始復甦 那其中呢 不會是以手機喔 各位聽清楚喔 不會是以手機來做復甦的喔 因為誰沒有手機 像我個人小弟有兩支手機 對不對 那一般人絕對至少都有一支手機 沒有手機 你很難在這個社會上混嘛 對 什麼東西都是要用QR Code 對吧 尤其是那時候疫情時代爆發的時候 沒有QR Code 你很麻煩還要寫字 那重點來了 你注意聽好喔 手機不是電子股的主要的戰場 在這個後疫情時代 主要的戰場是在車用電子 你懂嗎 我舉一個例子給各位聽喔 比如說我們被遺忘的叫做被動元件 國具對不對 那麼國具呢 它悄悄的注意看喔 國具悄悄長這個樣子 你都不相信對不對 你認為電子股都完蛋了嗎 少數的電子族群為什麼會這麼強 你知道嗎 因為電動車它用到大量的被動元件 你聽得懂吧 那歐洲規定20不知道多少年開始 全面禁用汽油車 全部它就是政策下去 你都要配合 所以你必須要電動車 那那個量汽車的量之大你知道吧 對不對 所以說就會造成局部有一些 它因為用到電子 這個車用電子的時候 它的量要增加好多倍的 它就比較強 各位懂意思吧 老船長原來是這樣 那那個車用的面板就比較弱 各位看友達有沒有 友達就稍微弱一點 因為它沒有辦法像被動元件用的量 是超幾倍 明白我的意思嗎 但是友達也不錯 你看友達雖然是虧損公司 它股價有沒有 它掉不下來 是不是 好 那我要提的並不是講電子股 甚至你看這個低潤 補充說明一下 今天華邦電衝出去 那你看車用電子裡面 要用到大量的低潤 這是一定的 尤其你要衛星導航什麼 都要記憶體大量的 所以你去看 電子股也不是像大家想的一樣 全都倒 就是說你靠手機的 大概都很慘 你有大量用到車用電子的部分 這樣的電子股你要小心 它是會怎麼樣 會軋空 而且它會漲的 那為什麼我今天講細說鋼鐵 我先把電子股少數族群 為什麼大家覺得很納悶 明明對不對 2023年這個專家學者 都說經濟衰退不好 為什麼還可以這樣 背後就是汽車 這個電動車 用政策的力量怎麼樣 讓它限制它在多少年 之內要怎麼樣 全面更換 所以特斯拉我可以告訴你 會慢慢的往下走 你像什麼雙B的車廠 他們推電動車 你認為會賣出特斯拉嗎 不可能 各位懂意思吧 他們只是起不晚 但在汽車工業來講 在客戶群來講 他們是遠遠大於特斯拉的 所以你看特斯拉的股價摔得半死 不是沒有道理的 好 那重點來了 有政策在那邊做靠山的 就讓我們感覺到了對不對 那接著就看來看鋼鐵股 鋼鐵股有什麼政策呢 很簡單 先從拜登拜老頭說起 他最近鬧了個笑話 他說要提供烏克蘭多少坦克 對不對 然後國防部發言說 對不起我們坦克沒有辦法 因為庫存沒有了 那不是傻眼嗎 對不對 那是拜登說謊呢 還是他老糊塗了呢 我們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幫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 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穿帳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起貨分析式陣容 多空雙響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歸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我寧可相信他是老糊塗 他搞不清楚他們國家 他要提供的坦克已經沒有庫存了 我不會想說他是公開詐騙 對不對 他其實沒有必要 但他可以怎麼樣 現在沒有庫存了 至少可以拖一拖 我有說要給你 我們庫存不夠 這反應的背後 我們只要探討的不是敗老頭 有沒有說謊 我們要探討的是 你這個坦克車沒有 庫存沒有 對不對 就這個型號 那代表什麼 全世界大家現在開始重視 尤其是在歐陸作戰的區域 都必須要用到坦克車 大家懂意思嗎 像台灣坦克車就無用武之地 對不對 台灣就這麼小 你坦克車要往哪裡跑 是不是 但是在歐洲大陸 那種地方 你看烏克蘭跟俄羅斯戰爭 坦克就很重要 那坦克我說過 那個砲管用合金鋼 用高階的高端的鋼來做的 那一部分就是 因為戰爭 然後怎麼樣 支持它的需求 你先記得 這是一部分而已 從美國某一個型號的坦克 庫存已經沒有 你就要去想到 那麼那個需求量就怎麼樣 會變很大 這是第一個 那麼疫情過後 航空公司要開始購買飛機 因為過去有疫情 三年大家不買飛機 飛機多了 停車停機場 有疫情大家都不坐飛機 都在國內了 誰要去買新的飛機 現在解封之後 該淘汰掉的飛機 他一定要淘汰 你開玩笑 你飛上去掉下來怎麼辦 那賠死了對不對 所以航空公司 沒有辦法省這方面的錢 航太這一方面 要新的這個客機 要用到合金鋼 各位懂意思嗎 那我剛剛講的 還有一些軍事武器都要用到 你看地上跑的 坦克 天空飛的 甚至戰機 這個客機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各位 當然還有輪船 是不是 你像這大型的輪船 也是要用到合金鋼 那我們看我們國內 有一家公司 它叫台船 各位注意看 這家公司叫台船 台船憑什麼漲 你告訴我 台船是虧損公司 注意看 它賺壓彈的 去年前三季就虧兩塊多 這家公司賺壓彈 對不對 但是 各位看到一個新聞有沒有 國內要自己來 製造戰艦 台灣現在慢慢有這個實力跟水準 尤其戰艦裡面要用到很多的電子器材 我們就地取材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台船 它沒有賺錢的公司 為什麼會漲 國艦要自己製造 委託誰造 台船 看到沒有 那台船自己有合金鋼可以做嗎 當然沒有 所以又來了 對不對 政策的這個推動 是非常的有利的 有關我現在講的都合金鋼 因為鋼鐵太多 什麼不鏽鋼 什麼鋼一大堆 我不跟你講那些 我們現在重點放在合金鋼你記得 因為它是比較高端高階的 不要買那個低階的 懂不懂 你一定要買高階的 為什麼台積電這麼厲害 因為它是全世界最高階的 聽得懂嗎 好 那還有什麼東西各位又忘了 最大最大 剛剛講的這些都不夠大 最大最大就是美國的基礎建設 那美國期中選舉要到了 對不對 你拜登拜老頭開了一堆支票 要基礎建設 甚至你說要蓋高鐵 連個毛都沒有看到 是不是 他總要畫畫柄吧 那有沒有要真的蓋 不管 至少題材先出來 各位去想美國這麼大 如果真的要蓋高鐵的話 高鐵要用到大量的合金鋼 你要知道 一般的鋼鐵是沒有辦法做高 一般的鋼 這個鋼筋是沒有辦法做高鐵 高鐵它要用到的是 合金鋼的部分是非常高的 那這一部分的研究 我們自己研究過 我不需要在這邊跟你細說 你有空可以自己去打聽一下 去研究一下 好 那如果美國要蓋高鐵 那還得了 全世界要搶合金鋼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檔股票 各位注意看 來看 5009 這一檔股票 它的名字叫龍鋼 看到沒有 在虎年尾巴的時候 他翻王冠第一更紅 請導播照鏡 王冠剛剛紅 我們就怎麼樣 做買進的動作 請照整張 有沒有 在虎年尾巴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的時候 好 看到沒有 現在怎麼樣 開始噴出 好 這邊只是剛剛開始 我剛才講了這麼多的 都是要大量用到合金鋼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說 5009 這麼兇悍 各位看到沒有 好 那這個還不夠看 我們來看它的月線 你注意看 這裡的 這是月線 來跟我唸一次 淤葉月四升月 不要亂來 這每一根K棒 都是洗了一個月 非常的漫長這個時間 有沒有 上衝下起 上衝下起 噴出去 各位看到沒有 這個量有多大 我再把時間拉長一點 就算在這邊的大多頭的量 都怎麼樣 沒有辦法 包括這邊 拉上來也沒有辦法 比這邊大 所以量是價的先行 我告訴你們 今年鋼鐵股 尤其是特殊鋼 來跟我唸一次 特殊鋼 合金鋼就是特殊鋼 會有大行情的機會 非常之高 那如果說量是價的先行 有學過技術分析的話 那你認為這邊會不會過 那我們再來看看 它實際的獲利怎麼樣 各位看到沒有 去年腳拉拉 就可以賺將近半個股本 各位重點不在這 在哪裡 在這裡看到沒有 全部都是兩位數字成長 表示鋼鐵 合金鋼 特殊鋼的需求怎麼樣 是非常大的 我管你 疫情好壞 有政策的支持 我一直給你們強調 像電子股 沒有政策的支持 有車用電子 只要用到比較倍數大量的部分 像被動元件 它就不會死 各位 汽車現在裡面都充滿了面板 越做越大 所以你看 友達雖然現在虧損 它也不會死 那Drain呢 Drain呢 大量的記憶體 所以今天還是怎麼樣 衝出去 你要搞清楚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重點 是放在鋼鐵 因為它是重中之重 你剛剛看到那些電子股的線型什麼 都是怎麼樣 在底部要上來漲 你看看 再給你看一下龍鋼 不一樣 這個是月線 我再回到日線給你看 有沒有 它現在本益比 根本連十倍都不到 那今年已經八個月 今年是 現在是幾月 二月初 前八個月的訂單已經有了 後面是用搶的 你聽得懂嗎 你不要去買那個電子股 對不起 訂單在哪裡 還不知道 下個月有沒有訂單 還不知道的 對吧 學者專家都說 今年的這個經濟可能不好 這個部分我也認同 我跟你講真的 我也沒有看好 但是我一直認為 政府推動的 我常講GDP等於C加I加G加X減M 這中間的G就是Government 就是政府推動的東西 政府拿錢出來蓋基礎建設 政府來補充國防的力量 你說客機這種 它也相當於政府 一個波音公司有多大 你沒錢是你沒錢 波音公司很大 就像相當一個政府一樣 他必須要換飛機 他不能說我救飛機繼續飛 時間到了就要淘汰 否則摘下來誰負責 那賠起來比一架飛機還要貴 航空公司可能會倒掉 過去疫情大家不買飛機很正常 因為就每天沒有人在飛 所以飛機沒有在買 現在要大量的怎麼樣 採購新的客機 所以你們要搞懂 景氣不好的時候 一定有機會有一些景氣 它好的原因是因為 它背後那個金主可能就是政府 各位曉得吧 所以鋼鐵股在2023年 我認為會有不錯的行情 你們手上有的照過來 今天一定要打電話來 跟著老船長一起來 對不對 那你看我給你看 我說到做到 來王冠第一根紅這邊有沒有 我們在虎年尾巴買進去 對不對 今天怎麼樣 噴出去 那接下來這只是剛剛開始 一樣的道理 它的榮券 券支比高達50%以上 後面還要軋空 所以說很多散戶朋友 不知道是受了什麼妖言惑眾 空頭老書鬼扯淡 被嘎了幾千點 還在說要崩盤 你說是不是胡說八道 對不對 這跟柬埔寨來的詐騙集團 有什麼差別 你錢輸光了 還要再交匯費 再被扒一成皮 最後你還要怎麼樣 離開股票市場 結果你回想 我這跟那個是騙子 對啊 因為與事實完全相反 今天不是我老船長說的對 是市場它永遠是對的 市場告訴你 現在就是多頭市場 任何告訴你這個地方是崩盤 要空才對的 而且是從底部 這邊就告訴你要空的 就是詐騙集團 你懂嗎 睜眼說瞎話 是不是 你少賺多少錢 那你要防止被騙對不對 你就自己安裝一套怎麼樣 操盤系統 跟著老船長一起來 對不對 否則你就是豬腦袋 你現在回想一下 你去刷存折 快要走向歸零高之路 你不覺得你的老師 就是把你當豬腦袋嗎 那你當初如果跟著老船長 有這個系統 我說過王冠剛剛紅 所有資金全部壓下去 現在我的會員是賺到翻過來 你聽得懂嗎 賺到翻過來 我們所有會員所有資金 只有一檔股票 今天收盤再創新高 全國分析師敢像我這樣講 我退出頭顧業 再講一次 所有會員所有資金 我都叫他們全部 全部不是什麼買一層兩層 不是全部重壓一檔 今天收盤再創新高 會員賺到翻過來 你的老師敢像我這樣講一次 我退出頭顧業 每天在騙 所以參加我是真的 而且我沒有辦法騙你們 什麼時候該進場 我們的王冠系統 所有會員我送你們一套 你們都看得到 今天打電話進來 我就送你一套 明天打電話進來 我就不送你 相信的人你打 不相信的人你不要打 老船長的誠信就是 我已經看不下去了 很多做空的 輸的亂七八糟的 你只有靠鋼鐵骨 今年能夠讓你東山再起 跟著老船長一起來 現在只是剛剛開始 聽得懂嗎 今天我把這一套送給你 明天你打進來 我不送給你 我講很清楚了 你不要明天打電話進來 如好 五四三二一 現在開始撥打 我送你這一套 只要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